我很喜欢琳达写的书 很多关于美国的扫盲 是从她的书里得来的 她的文字没有学究味道 同俗易懂 其实琳达是夫妻合用的笔名 她和她太太一起写 用了这样一个笔名 他们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 移居到美国 最后落脚点的选择十分偶然 他们落在了美国的南方 那是在现代机械化大农业挤兑之下的传统农村 那时候他们开始和美国的普通人建立友谊 开始了解这个不寻常的国家 他们看到的美国很多是难以想象的 他们也经历了一个对美国扫盲的过程 有美国学者跟我讲 要真正了解美国 要到美国中部去 光留在这几个大城市不行了 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 所以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美国的机制 和美国的制度 经常的想当然的 用中国的传统的思维来套美国 比如说美国总统 很多中国人认为总统权力大的不得了 把他和中国的皇帝画了等号 在他们眼里 美国总统一言九鼎说话算数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美国总统只是美国立法 司法和行政这三个分支中 行政这一分支的主管 按照琳达的说法 是美国联邦政府大行政办公室的主任 是一个大管家一类的人物 只是由于总统这个角色 是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主管 被常常推到前面去代表这个国家 表示各种意见 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他说了算 当然为了方便他主持的行政工作 他也有一些权利 但是这样的权利也会让三支中的 另外两支有不安 与总统相比 属于美国的立法分支的国会 似乎更有美国主人的味道 国会议员都是从各个州里面 直接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他们管立法也就是说大原则是他定 只不过让总统这个办公室主任 领着那套行政班子去执行 他们干的国会不满意了 议会议员们就不给总统好脸色 这种情况下 常常由国会通过一个什么决议 表达他们对总统 或者对总统的某个做法的愤怒 这时候总统和国会完全南辕北辙 而总统拿国会一点办法也没有 另外美国政府还有一个分支 那就是法院 林达认为法院好像是婆婆 平时很少抛头露面 但是我们国家的婆婆经常抛头露面 但是一旦出现了什么政治不休的立法问题 他们会出来给一个说法 一旦他们出来宣布某项立法违宪 那才是一言九鼎 美国的三个分支 其实还有着更加严密的相互制约的机制 以避免单纯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简单架构 对于美国人来说 高高在上的权力总是非常危险的 正是为了避免在某一分支上爬上权力的顶端 所以美国政府的三个分支是相对独立的 互相之间始终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 对于美国除了了解总统以外 还要了解国会 因为总统和很多官员的行为总是会发生疑点的 在美国的议员看来 这些疑点还够不上法律起诉的时候 国会可以根据这些疑点要求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虽然不是法庭 但是更有威慑力的一点 是向全国电视转播 一切都是公开的 一切都在阳光之下 谁能经历起这样的暴晒 全国人民的众物睽睽之下 一下子把全部的事实都摊开 全国人民的愤怒就会把白宫淹没 所以总统和政府的行政官员 与普通老百姓相比 受到的监督更多一点 也就是多了国会这一层 比如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总统 他是破中美兼兵的总统 他的水门事件当时愤愤扬扬 尼克松就主动提出 他不要国会听证这个阶段 而直接进入司法程序 虽然听起来司法程序比国会听证要严重一些 但是司法程序的好处就是不用国会听证的电视转播了 而且是召开大陪审团举行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是秘密举行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罪或者非罪是普通老百姓不知道的 而且是在秘密进行中就可以有交换 比如说可以以作证来交换不起诉 这种交换在国会的公开听证中是不可以进行的 琳达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克林顿总统掌权 克林顿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评价的总统 一方面在他的治下美国经济发展的很好 另外一方面他是不太注意小捷的人犯过很多错误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莱文斯基这个错误就是其中一个 除了这个事情以外他还有很多个门 就是类似水门一样的门 比如说有旅行门 只不过没有发展的这么严重 我不知道美国人民为什么对克林顿是那么宽容 也许是因为他形象好 也许是因为他把经济搞得不错 比如说有一个旅行门 就是美国总统出行的时候 他和随行人员的各种旅行安排 很多事情是交给一些商业公司 这一点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商业公司就要盈利 所以琳达说美国政府机构的浪费问题 远比贪污腐化要严重得多 这就是说他们很少贪污腐化 但是有很多浪费 白宫的总统就是白宫的主人是轮替的 但是和政治政党毫无关系的事务性机构 在白宫换主人的时候往往是不动人马的 他们还要做同样的工作 为轮番上台的总统安排旅行事宜 所以他们都是算是白宫的老雇员吧 其实是个商业机构了 虽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总统也不断的出席听证 甚至被法院传唤 其实我并不是想说美国政府的浪费或者是腐败 而是想说美国政府和民间机构的相互联系是非常多的 有些可以外包给商业公司 这样当然减少了很多政府的雇员 同时也给社会上的一些机构一商机 另外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旋转门 这也是一种机会 美国总统没有为所欲为的权利 实际上受到的制约非常多 例如在一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中 有一个作家出了一本书叫《血腥游戏》 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克林顿夫妇 在阿肯色州的生意和政治活动 对克林顿的杀伤力很大 著名的《时代周刊》 还有很大的篇幅来介绍 克林顿对此也毫无办法 他无权干涉出版 当然了这样的东西出的多了 读者也会有自己的看法 并不是完全是看到的就全盘相信 不是见书就信的事情 在克林顿的四年总统任期内 以内幕为名出版的书就有好几本 总统管不了这样的书出版 怎么办呢 他可以自己写 相当于当事人做澄清或者是辟谣 但是美国就是这样的 没有人因为克林顿是总统 对他的书就特别的青睐 不管作者是谁 书就是书 市场是唯一的认证 结果他的书卖的不好 最后出版社只好削价处理 琳达的这本书是一个系列中的一本 我挑出了这本 总统是靠不住的 因为历来美国大选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从2016年以来 游慎因为特朗普是另类 拜登这样的高龄总统 如何拨烂反正 不用说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 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 美国谁当总统都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 当然了解美国就要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 也要懂得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 而这种靠不住或者是靠得住都是相对的 有很多因素的制约 但是我想美国总统也并不是说 像这本书里讲的权力这么小 还要看总统本人的作为 下一次大选 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取拼 新总统会在特朗普拜登这两位老人中进行吗 会加入桑德斯这样的年轻人吗 当然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 也是关心中国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中美关系也会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 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所以我们确实要懂得美国总统 是到底靠得住靠不住 而是想通过 哎你不瘦了 可以尽快